来我们来看一下 第五节 这个太简单了吧 质量不合格的处理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事故的分类 分为一般事故 较大事故 重大事故 和特别重大事故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 你死亡了五个人 重伤了六十个人 经济损失1.2个亿 那么这个应该是属于特大 对吧 要重大 找大的那一个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责任分类 责任分类的主要分为三种 有领导的错 领导的错是指导责任事故 工人的错是操作责任事故 老天爷的错呢 老天爷的错就是指导人灾害了 这个也简单 领导的错 工人的错 老天爷的错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发生的原因 原因有四种 技术原因 还是那句话 整本书只要和勘察设计和施工有关的 都属于技术 所以技术这方面原因 肯定是就这三个方面 没有其他的了 管理原因 管理的失误呗 比如说由于我们管理的失误 导致材料 变质了 坏了 或者是对于这个测量的一些仪器 失准了 由于管理的原因不善 管理不善 导致失准了 从而造成的事故 这个属于管理原因 然后社会经济原因呢 就是一些违法的手段 违法的手段 什么 七无三边 这属于社会经济原因 然后其他原因 人为的 违规作业 或者是自然灾害 这个算作其他原因 在这里啊 容易考前三个 而集中技术这个 你肯定记住了 只要跟他们三个有关 就是技术 所以 在这里啊 这个也是很好掌握的 一根违法情况 偷工减料 七无三边 边勘查 边设计 边施工 不对啊 不允许 七无 无报件 无施工许可 无照头标 什么无间理啊 等等乱七八糟的 都是不允许的 好 区分开就可以了 好 往下看 施工质量事故处理的依据 我们要去处理这个事故 要依据什么 第一 依据实况资料 主要我们要去看一下 它这个事故是大事故 还是小事故 诶 实况资料 然后合同文件 好多合同 我们要拿来看 到底看一下 这个工作是谁负责的呀 那是怎么回事啊 我们要干到什么程度啊 这个你要清楚 还有技术文件和档案 比如说涉及到一些隐蔽工程 你之前留下的一些档案 一些资料 我们还要去检查 看看它之前是不是 你这个隐蔽工程是不是有问题 最后 建筑法规 法规里面 它所规定的 对于 发生了这种事故 我们该如何去处罚 我们还要去依据法律法规 好 可能会考多选 合同文件是肯定会有 好 我们再往下看 某工程质量发生 事故导致了12人重伤 12人重伤 10人到50人重伤 是较大事故 选B 对吧 我回答一个问题啊 有些人说 三边和三同时 是什么关系 三边 是边勘察 边设计 边施工 三同时 指的是安全设施 和环保设施 要与整个主体工程 同设计 同时工 同时用 这是两码事 你不要混为一谈 好 我们再往下看 看质量事故的处理 看处理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 处理的程序 一共包括 这么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七大部 关于这七大部 它可能会考察排序 首先第一步 你要注意 质量事故 先报甲方 记住啊 质量事故 先报甲方 到第五章 我们会学到安全事故 安全事故 是先报本单位负责人 那质量事故 先报甲方 甲方一小时之内 报政府 你报上去之后 政府有关人员 就要派人 有关部门 就要派人来进行调查 调查的时候呢 必须要对原因 进行分析 根据原因 制定方案 方案有了 处理为 处理完了 见证验收啊 看你处理的情况如何呀 最后一个呢 提交处理报告 这个流程 你先要清楚 然后再往下看 事故处理 它重点要处理 两个方面内容 一个是对于技术进行处理 一个是对于责任 对于人进行处罚 处理人和处理技术 好 再往后 这三个报告的内容 要求大家 必须得区分开 一个是你打电话上报 打电话上报 你就简单说 你就简单说 你不要跟人 唠上两小时 人家不跟我们唠 简单说 什么时间 什么地点 哪个项目上 哪个参见单位 发生了什么事 简要经过是怎么样的 你简单说就行了 不要长篇大论 初步估计 经济损失多少 初步估计 人员伤亡 然后初步判断 什么原因 什么性质 你还要告诉他什么 我已经采取了什么措施 不写这里了 写这里 采取的措施 你也得告诉他呀 就是事故发生了 我没有 我没有干瞪眼啊 我得 我采取措施了呀 我已经制止了呀 但是可能我没有制止住啊 你必须要告诉他 你采取了什么措施 好 这是你打电话上报 然后 他派人来进行调查的时候 那就得详细的去调查了 前面说的是 前面你提供上名称 接下来调查的时候 就得是改况 前面你说减要经过 后面就得全部完成的经过是什么 前面是初步估计经济损失 后面必须是 直接去判断 经济损失到底有多少 前面是初步判断原因 后面呢 直接告诉他 原因性质到底是什么 还有最后一个 提出处理的建议 当然 还有 后面还有 什么采取什么整改措施 一个是采取的 当时你采取什么措施 一个是整改措施 都是措施 但是不一样 前面是事故发生之后 我为了应对这个事故 我采取了那些措施 而这个呢 我避免它再次发生 我怎么去整改它 你这两个 必须要去分开 这两个圈里面吧 好 再来看这儿 处理报告 处理报告就是最后一步 我提交上去那个呀 事故调查到原始资料 放进去 原因分析论证结果 你看啊 我这儿呢 是猜一个原因 这儿呢 是确定这个原因 最后呢 分析论证它 既然是处理报告的话 当然是处理资料啊 还有呢 检查验收的记录 为什么呀 因为在它之前 你刚进行了鉴定验收 验收的结果 怎样如何 检查验收的记录 最后一个 给出处理结论 给出处理建议 是调查报告 给出结论 是处理报告 区分开 必须要区分开 好 我们再往下看啊 处理的方法 六个 反修 什么情况下反修啊 蜂窝了 麻面了 墙上 这个或是路上 或是这个梁上 有了一些 不影响安全使用的 一些细小的裂缝 都是反修 比如说 裂缝呢 小于0.2毫米 表面密封 大于0.3毫米 嵌峰密闭 如果说你裂缝很深的话 灌将修补 通通属于反修的范畴 加固呢 某些构件 承载力达不到了 我们要加固 我问 挺好啊 加固完了之后 根据哪两个文件 眼收啊 我前面讲完了 我问问你们 来 说 到第五章 我们学到安全事故 什么时候提交调查报告啊 是从你事故发生至起60天 提交 60天搞不定 我再给你延长60天 这个是安全事故 质量事故这里我没提 具体是多少 我没查过 是不是60呢 这个你不用管 它不会考 加固完了之后 按照两个文件去验收 一个是技术处理方案 一个是斜然文件 技术处理方案和斜然文件 好 反共呢 就是完全不能用 干脆重新做 反共 限制使用 之前我不提到了吗 就跟鸡肋一样 食之无味 其实可惜 在你们食物当中 也有另外一句话呀 叫 让不接受降级使用 对吧 这是你们食物里面 涉及到的吧 让不接受降级使用 说的就是限制使用 限制使用 就是什么意思呢 我加固了 反修了都不行 反共 还不知当的 还不能反共 所以限制使用 让不接受 降级使用 然后不做处理的 哪些食物也不做处理的呀 四个 第一 不影响安全使用 都不影响安全使用 不用管它了 就干脆别管它了 第二个 后当工具可以弥补的 装饰装修嘛 第三 检测单位建立合格的 它都已经建立合格了 不用管它 即便建立没合格 符合原设计的 也可以不用管它 前面五个都做了 还不行 报废 懂了 好 好 左提 事故处理环节的 主要工作有哪些 事故处理环节的 主要工作 两个 一个是处理技术 还有一个处理人 人呢 这儿呢 责任处罚 选C和E 好 再往下 质量事故处理报告的内容有哪些 处理报告 处理报告 处理建议 调查报告 事故发生之后 应急防护措施 打电话上报 你要告诉它 我已经采取了什么措施了 原因非极论证正确 原设计资料正确 检查验收记录正确 所以选CDE CDE才属于处理报告 好 有些人让我审题 你审什么题呀 这都没用 这都没用 就在这一句话有用 还审题 说明你对这个知识点 有多么的不熟呢 我为什么一下 我就能够抓住它 它的要害 因为我熟悉了 你知道吧 你一看 很明显 他考察的就是处理报告 他会将调查报告 处理报告 还有打电话上报的内容 全部揉到一起 你看 他是不是这么考的 就是啊 这就是出题的套路 你前面你念半天 有什么用 跟你做题 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就跟那个打蛇一样 就抓他的七寸 看这个 某工程质量事故发生之后 这个你需要念题了 对该事故进行调查 经过原因分析 判定该事故不需要处理 后续工作是什么 这个得念题 事故发生了 对这个事故进行调查 我也调查了 调查完了原因也分析了 结果呢 不需要处理 不需要处理 后续工作 怎么着啊 那就给出结论 不需要处理了 然后呢 提交处理报告 整个报告里面 也是不需要处理 完事 C 补充调查 那你的意思是 非得调查出什么事 非得调查出点事来 才肯罢休是吗 人家都说了 不需要处理了 你都别调查了呗 检查验收 你都没处理 验收什么去啊 没处理 都不需要验收啊 实施防护措施 不需要处理 你还防护什么呢 选A和B 这个在哪 在这儿 树上有这么一幅图 是否要处理 不要处理 然后呢 给出结论 提交处理报告 完事 明白了 好 记不住了 内容确实是多 内容是多啊 可想自己多巩固一下吧 好了 这剩最后了 第六节 第六节就讲这四种 数理统计方法 这个总会吧 看第一个啊 脂肪图 脂肪图是干什么呢 我为什么把它排在第一位啊 因为它 其实这四种方法 它有一定的逻辑关系 首先这个脂肪图 脂肪图 我们是通过去观察 脂肪图的形状 观察脂肪图的位置 从而去判断 这个产品 它的质量 是不是符合要求 是不是在受控范围以内 是不是在公查 允许范围以内 说白了 就是是不是 是不是合格的 通过观察它的形状 观察它的位置 去判断质量是否合格 形状要满足 正态分布 中间高 两边低 乘对称 对称 中间高 两边低 乘对称的 然后呢 位置观察呢 这个是形状观察呀 位置呢 位置观察呀 你这个 你这个实际数据啊 我给你画一个 比如说这个是标准的上下线 T T是标准的上下线 然后B呢 是实际数据的上下线 它俩 必须是这种关系 B在T里面 你实际的要在标准的里面 而且它们二者的中心要重合 然后B的下线距离 标准的下线有距离 距离不是很大 B的上线 距离标准的上线 有一定的距离 距离不是很大 这个是最好的 最符合要求的 质量合格 又不是 这个很浪费钱 这是观察它的位置 通过形状和位置观察 去判断质量是否符合要求 然后再往下看 直方读的分布形状 就是分布的形状 它的区间 宽窄 是由哪两个因素去决定 你看它的分布的形状 以及区间宽窄 是由统计数据的平均值 那么多数据的平均值 还有标准偏差 所决定的 记住它 多选 有学员问我 什么是标准偏差 这个我不好跟你解释 因为这是大学高书里面一个 很严谨的一个词语 我要跟你解释起来 那就费功夫了 所以你干脆记住得了 平均值和标准偏差 好 这是直方图 你看啊 我们通过直方图去看 这个质量是不是符合要求的 如果说发现有不符合要求的 接下来我们要用排列头发了 排列头发干哪些事啊 找毛病呢 毛病 啥毛病啊 这个你注意啊 这个直方图 它就是找茬呢 它专门去找质量不合格 质量偏差 质量缺陷 质量问题 它专门去找不好的事 或者是质量问题的原因 总而言之 它是去找不好的事 比如说有 书上给了我们一个例子 它一共呢有150个不合格的点 都是坏的啊 都是不符合要求的 那么对于这150个不符合要求的 他们的累加频率 0到80%属于A类问题 就是主要问题 就是这150个 占到80% 是什么什么问题 这些问题是主要问题 就是A类问题 然后我们再往上 80%到90% 就是这10%啊 这占10% 80%到90% 不是正好10%吗 这10%算作B类问题 是次要问题 这是次要的 这是主要的 然后90%到100% 这10%是C类问题 是一般问题 它通过排列图法 把这150个的问题 找出来 哪些是主要问题 哪些是次要问题 哪些是一般问题 所以你记住了 排列图法 它就是挑毛病 找茬呢 找不好的事呢 记住它 特别容易考 找的是质量的不合格 质量偏差 质量缺陷 以及质量问题 还有呢 质量问题的原因 总而言之 都是找的不好的事 分成这 主要问题 次要问题 和一般问题 所以排列图法 它的特点是什么 主次分明 主次分明不分明 主要问题 次要问题 一般问题分明吧 还有呢 很直观 为什么说直观呢 因为它要把这些啊 放在那个图上 我们从那个图上 直接能够看得出来 比如说它是这样的 它有这么一条曲线 一条曲线 然后这有刻度 这是0 0%到这儿 80% 然后对应过来 这点问题 就是主要问题 然后80%到90% 对应过来 这点 这点 就是次要问题 就是B 这是A 然后到100% 好 整个这些 就是C 懂了 所以我们从那个图上 就很直观的 能够看出来 所以它说直观 而且ABC又主次分明 记住它 在这儿要强调一下 可能我们管理当中 这个排列图法 它这个累积频率啊 跟你们食物有点不太一样 考哪颗 按哪颗走 好 第三个 分层法 比如说 我们找出了这么多问题了 那什么原因造成的这些问题啊 我们开始分门别类的 去找 去归纳原因去了 所以这个分层法 就是分门别类的 去找出所有的一些原因来啊 一些内容来啊 它是分门别类的去找 去找所有的原因 那么这么多的原因 我是不是得找个主要原因啊 是啊 根据哪个 因果分析图法 因果分析图法 它也叫鱼刺图 鱼骨图 也叫质量特性 药因分析法 质量特性药因 主要的原因 药因分析法 所以 它是找最最主要的原因来了 怎么去找 逐层深入的去排查 那个鱼刺图 鱼骨图不是逐层深入一点点去排查的吗 逐层深入 去找最最主要的原因 用到的是 因果分析图法 也叫质量特性药因分析法 好 说完了 好 因果分析图法应用的时候 需要注意哪些事项 这个里面考察的最多的是第一 这两个合二为一 还有第五个 怎么考呢 你看啊 他说一个质量特性或一个质量问题使用一张图 考试说了 一个项目一张图 错 一个项目有100个问题 我们需要用100张图 第二个 通常采用QC小组的活动方式进行 什么叫QC小组啊 就是质量管理小组 通常采用质量管理小组的活动方式进行 集思广义 共同分析 这个说的是小组以内的人要参与 必要时呢 还可以邀请小组以外的人去参与 那以内的以外的都可以参与 那就全都可以 只要你能给出我一个很好的建议 你都可以 第四 分析时要充分发表意见 层层渗入 排查所有可能的原因 逐层渗入去排查 找出所有的来 在充分分析的基础之上 由谁去得出最主要的原因来呀 是由QC小组长吗 不是 由谁 有那么多的参与人员 不是有好多人都参加了吗 有是内的 有是外的 不是好多人吗 他们怎么得出来呀 通过投票或者其他方式 得出来 一到五项 多数人达成共识的主要原因 这一句话 他可能给你改成 QC小组长得出来 这个可能给你改成 一到不知道几项 反正不是一到五项 你记住了 这是一到五项 其他的就不跟你说了 可能我一说 你把错的记住了 对的没记住 那就坏了 一到五项 好 看这一个 我看这个谁敢错 我都强调了三边 排列图法主要是用于干什么 工程质量管理 常用的数据统计方法四个 其中排列图法干什么 来做题 排列图法 是不是找不好的事呢 偏差 缺陷 质量问题的原因 正确 而 B呢 质量稳定的程度 稳不稳定 受不受空 是不是合格 受不受空 这两个是哪种 哪个图 哪种方法 对质方图 好 我说了半天 没白说 有收获就行 最后一个 再来十分钟搞定了 来 最后一个是政府的监督 先看第一个 政府的监督属于什么行为 行政执法行为 你记住就好了 行政执法行为 政府主要监督两大方面 一个是行为 工人的行为 你是不是按照 你有没有按照 这个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 去执行啊 有没有符合 那个强制性的要求 你的手续都办好没 这个自制都有没 资格 都有没有 这个说的是行为 剩下的完成的产品 对于产品进行监督 这就是实体的监督了 好 这个会的吧 往下啊 监督人员具备的条件 监督人员具备的条件 具有工程类专业大学 装科以上学历 或者工程类职业 注册资格 这个没考过 什么大学装科以上学历 这个资格 这个没考过 考哪个呀 考这个 只有几年以上 工程管理或者设计 施工 监理工作经历 三年 你不要学成别的 什么其他的年份 我也不说了 省了你又把错的记住了 三年啊 第二个 熟悉掌握相关法律法规 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 你想成为监督人员 你必须要熟悉相关的法律法规 懂强制性标准 然后呢 具有一定的组织集团能力 和良好的职业道德 这四个 这一个是重点 三点以上工作经历 好 他说了专科以上 那就专科以上啊 好 最后一个 政府的监督 第一个监督的内容 前面我不是说了吗 一个是行为监督 一个是实体监督 主要是这两大块 我们可以把这两大块 给它拆成小的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一共是八个 因为我把这个三抽查 这三个归成了一个三抽查 懂了吗 好 看第一个 第一个 他要去监督你的执法情况 有没有违法违规的情况 第二三抽查 抽查行为 抽查实体 抽查材料 记住他 竣工验收 他也要监督的吧 监督竣工验收 组织或参与事故调查 组织或参与事故调查 定期分析 这什么意思啊 对于这个政府 他所管辖的本区域内 本区域内的一些工程的质量 定期进行统计分析 最后一个 对于违法违规的情况呢 实施处罚 违法违规的 实施处罚就可以了 这个可能会考多选 是不是去年刚考过的呀 然后再往下 监督的职权 他通过哪些手段 去实施监督啊 第一 检查质量文件和资料 比如说一些 隐蔽工程的资料 他可能 一些档案 他可能要看一看 你们项目上的质量 控制体系 是不是完善 他可能要去看一看 然后进入施工现场 实地去考察去了 发现问题呢 让你改呗 对吧 通过这三个方面 去实施监督的职权 程序 第一 受理质量监督的手续 这个当然是开工前咯 开工前去受理质量监督的手续 好 谁去提交这个手续啊 谁去提交这个手续 是不是甲方 建设单位 然后在这里 我们新教材改了一句话 他说 他去受理这个监督的手续 也可以和去办理 施工许可证 或开工报告同时去进行 就是这个办理这个手续 可以和办理这个施工许可证 或者是开工报告同时去 去进行 好 然后接下来政府呢 开始制定工作计划 并且实施注意 这个也是在开工前 制定计划并且实施 这个也是在开工前 既然是开工前的话 你实施的话 你想啊 考虑 开工前 他去实施 实施的是什么 监督的是行为还是实体 但这是行为了 还没有实体呢 对吧 所以这里呢 他是监督的是行为 然后接下来 开始开工了 这是开工了啊 既要监督行为 又要监督实体 然后干完活 监督竣工验收 最后呢 形成监督报告 建立答案 建立答案你要清楚 以单位工程为对象 去建立的 单位工程为对象 去建立啊 然后经谁 签字后归当啊 经监督机构负责人 签字后归当 监督机构负责人 好 作题 政府质量监督机构 对工程项目 实施质量监督的第一步工作 是什么呀 第一步工作 接受建设大卫的申报手续呗 是吧 你先把手续提交上来 第一步 受理手续 第二步制定计划并实施 第三步抽查实体行为 第四 监督竣工验收 第五 形成监督报告 第六 归当 好 所以第一步是这一个 看下一个 政府制定监督管理的内容 那八点 三抽查 抽查材料 抽查 抽不抽查 进度计划的执行情况 政府管理进度不进度吗 绝对没有 抽查是抽查行为 抽查材料 抽查实体 这个正确 依法触发 违法违规的行为 监督竣工验收 定期统计分析 本区域的质量问题 质量情况 正确 选ABCD 好了 完活 第四章完事了 你们最难的 都快难死了给你们 最难的 第四章的 我们用了 两个小时 两个半小时吧 因为前面我们还讲了 15分钟的 第三章的那个尾巴 用了两个半小时 把整个第四章 23分 全收完了 23分呀 两个半小时 你们要是按照 我这个速度去复习的话 那一星期不得复习 不得复习三遍 至少 嗯 拜拜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